最理想的出道人数是几人 我不知道哪几名 首先肯定是希望自己 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有一年 然后肯定这一年我们要经历 就是肯定也感觉应该会经历一些 类似于就是出道战 理想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首先肯定不是全部人 肯定也不是一个人 就是现在觉得不想思考这些问题 只想把现在的舞台做好 看法就是要决出最后的出道人数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过 就是不可能是13个人出道吧 所以说就是在这之中肯定就会有淘汰 就是优胜立胎 就只有强大才可以继续往前 还没想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出道的话 可能先会可能会回重庆 就回我自己的家乡嘛 然后呢干嘛呢 其实我也不是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上学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呀 主要是肯定是单数嘛 好排队型啊 好占位置啊 7吧 就是自己肯定要算到里面 那我还是把自己算进去了 想法还是要有的 对吧 这个想争取到的这个位置还是要有的 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老师 一个一个说嘛 我刚才不是说和张吉嘛 那这有个张吉 对吧 就是有个 还有一个唱歌的嘛 就是配合起来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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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唱跳都比较不错 还会编曲还会作曲 然后 然后 朱志欣 长得帅 长得高 跳得好 两个唱的两个跳的 大家两个说的 这样就好好做好 就是做词能力非常不错 那就跳语寒吧 顺眼 你和我看的好 就是挺残酷的 就毕竟设计到淘汰 就是可能队友或者是自己会抖嘛 就 你提到淘汰这个词就是比较 就比较难受的 对吧 就你提到淘汰了 你应该也不会有人兴奋得起来 就是不会有人 比较开心嘛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压力 并 就相当于不是安稳稳过嘛 就不是你肯定会 等你怎么样 是你面临的淘汰 从你为你们选择 选择 对吧 就还是要加油嘛 先好好学习嘛 毕竟学习 辣了很多的 学习最重要的 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可以发展 就是没怎么想过嘛 就是可能以我的性格 可能如果没出道的话 看能不能参加点综艺节目 对吧 就是活跃一点 你不能啥事不干嘛 你啥事不干肯定 在家是没出道的话 你越来越 越来越 是感觉人 也还是不希望有太多的 使人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 你也不能说定 对吧 假如有一些人 就是我们可以共同进步呢 可能在七个人都有吧 因为 还有一年的时间 不知道谁会有更多的进步 谁会退步 所以说 没有走到最后那一刻 我也不能说谁 就是说 谁谁谁就可以 就是在我的 我认为的是出道名单上 我自己认为的 就是我也不能说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就是一年中 就是来评判 最后出道的人权是谁吧 好在在我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 就是还是说了就是感觉有时候 回想一些就是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玩闹的时候 或者是一起干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真的感觉就是大家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在有一些 就比如说 有时候那种考核或者是什么就是 怎么说第几名第几名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很不喜欢这种竞争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必要 我觉得 就是没必要 就是说你唱歌比我好 或者我跳舞比谁好 这种就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你非要摆在明月上说 反正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就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知道 那就听听由命 反正是也是会继续待在这个公司 七 最佳出道人权 朱志欣 张泽宇 张吉 左航 苏星浩 张俊浩 于于寒 凭直觉和判断 和多年以来的观察 没有什么看法 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敬行就敬行 还是心肉之水 一不变用万斤 我去读书 读书也是一条出路 读书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的 如果实在不行 我跟我爸学理发 也不是不能养活自己 你要这么说 但我觉得读书 能读出去的成功性还是蛮大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确实挺残酷的 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练习了 做短的有五年 长的有六 七八年了吧 我觉得 反正少一个都挺可惜的 就是少一个朋友都挺可惜 但是呢 虽然这个赛制还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我就是觉得 哎呀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该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嘛 我希望 五到九吧 但是呢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 每个人他的就是追求和想要的东西 可能不一样吧 我觉得就是 我希望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这些他们 我朋友他们心里是 到底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 如果他们 我的朋友们心里就是 只要有这么 只要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那我希望就是 可我站在一条线上的朋友 都能处到 就是一直想就是 前就是想进步 然后 就是有这么一颗就是 这么一颗心吧 就是所谓就是 出心吧 能在这条线上的朋友 我都希望他们处到 人家说 试着生存 无今天的 确实我真的 真的挺残酷的 这个说实话 淘汰制 这两个字 听起就难 就烦了 我如果不出道的话 就过普通的人的生活呗 我回去跳跳舞 然后 考个大学 然后回去 找个工作 七个吧 我七个还有 我还有把握一点 五个我就没太有把握了 因为我就是感觉 就是在这五个当中 还是有点距离的 就单纯只是觉得 不好说 反正我 对我七个人 还是有点把握的 五个人就不太有把握了 那你得看你淘汰几个 如果你突然淘汰个 八个 啊不 你淘汰个七个 那我有点慌 一场淘汰一个 那就 他这个就只能促使你 每一场比每一场都要表演的好 这样才能保证 当有这个淘汰制的时候 最不该的就是心慌 因为心慌就很容易 潜意识让你觉得 你就是会被淘汰的那个人 如果你不慌的话 可能还会表现得更好 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该染啥呀 我就想整脏辫 染头发也不是不行 但是 所有人都想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就感觉 太花了 当时给他说想弄 拉眉卷 被拒绝了 因为说两边不能踢 现在其实已经踢到最薄了 已经到 他们的最小心度了 已经 我学校上学 反正不打算做艺人 因为我感觉还是有 也不能说艺人吧 你得怎么看这个东西 我如果 我还是要 就从事这个 这个艺术行业的话 那可能 就是不会像现在这种 就是又要唱又要跳什么的 就不会做爱豆了 可能写写歌 我也不知道 我其实也没想好 但是我妈就说 回去读书 但是不知道 到时候 到时候回去读书 能不能行 因为太久了 我每次天天想好不好 也不是睡前想 就是 如果你提到这个 我肯定也会想到 其实因为平时太忙了 现在也没怎么想过 就是以前可能 害怕 赶快 我 我 我 跟 放